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9月12日 爱华里斯将成黄马B计划 据每日体育报报道 曼城前锋阻力安爱华里斯进入黄马的引员名单之中 若明年东窗球队依然无法敲定基利安麦巴比的签约 那么他们将转移目标到23岁的阿根廷射手身上 在前几年的转会窗之中 黄马应过度把注意力放在基利安麦巴比身上而错过许多目标 其中他们变增措施签下爱宁夏兰特的机会 如今黄马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困境 黄马深知从曼城引进阻力安爱华里斯的难度 目前阿根廷人的身价约6000万欧元 球员合同到2028年夏天结束 然而 最近曼城对白里顿的年轻射手伊云费格逊非常感兴趣 这有可能令球队对阻力安爱华里斯的离队打开绿灯 有消息称 曼城方面已经为伊云费格逊准备11亿欧元的转会费 若最终戈迪奥拿成功签下爱尔兰人 那么阻力安爱华里斯的顺位有可能被降至第三号选 现在 黄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金玉安卖芭比 一旦东窗签约失败 那么他们将向阻力安爱华里斯发起追求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